哈喽,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小童姐姐给你们带来的是一盒奥特曼的玩具哦 那么接下来,快和小童姐姐一起去玩一下吧 那么现在呢,就让小童姐姐把这盒玩具拆开咯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杰德奥特曼 杰德奥特曼呢,它是由黑色红色还有银色花纹组成的 那么它呢,是胳膊还有腿都可以随意摆动的 可以摆出很多好玩的姿态呢 那么它这个腰间有一个黑色按钮 咱们来按一下 哦,按钮按下之后呢 杰德可以发出红色蓝色的光芒 是不是很好玩呢 那么杰德奥特曼这个是原始形态 原始形态的必杀技是十字冲击波 哦,非常厉害了 咚咚 现在要隆重介绍的就是我们杰德的豪勇形态 豪勇形态呢,是由蓝色铠甲组成的 小朋友们快来看,豪勇形态呢,它有两个头标 好像赛罗哦 没错,豪勇形态就是由赛罗胶囊进化而来的 豪勇形态呢,它的必杀技是 强力爆裂光线 哦,也是非常厉害的 咚咚,现在来介绍的就是大坏蛋贝利亚 贝利亚呢,它的爪子就很长 快看呀,它的指甲看起来很锋利 一脑就是一个伤痕呢 真的是很恐怖 那么,我们的贝利亚呢 它也有一个微弱的小灯光 小朋友们能看到吗 贝利亚的花纹是黑红色,和杰德很像 因为它的基因就是转化成了杰德呢 不过它们两个性格可是完全不一样哦 贝利亚原始形态的必杀技是 贝利亚黑暗光波 哦,天呐,也是非常厉害的 咚咚,现在小朋友姐姐拿出来的就是我们奥特曼的能量胶囊 那么这个呢,是杰德奥特曼的 咱们把这个小纸片给它抽开 哦,快看 它亮起了灯光 这个灯光可是能量源 专门吸引怪兽呢 那么这个能量胶囊呢,是赛罗奥特曼的 现在咱们也让它把能量点燃吧 哦,天呐,能量光源也被点燃了 糟糕,能量胶囊的能量已被点燃 我该怎么办 现在正是吸引怪兽的好时机 我可要守护好这个胶囊 哈哈哈哈,杰德 快把胶囊给我 可恶,居然是贝利亚 你是不会得逞的 胶囊由我杰德来守护 看我的十字冲击波 啊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看我贝利亚好欺负吗 看我的贝利亚变身 百兽形态 杰德,现在把贝利亚交给我 我还能饶你一秒 给你,不存在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毁灭爆裂 啊 可恶,居然用这一招 看我的 杰德变身 好有形态 咦,你小子也变身了 那当然 看我的 强力爆裂光线 啊 哼 想要走能量胶囊 你还太天真了 那么现在呢 小童姐姐就把这盒玩具给拆开咯 咚咚 首先呢 出现的就是我们奥特曼的能量胶囊 哦,快看呐 这个能量胶囊看起来好像蕴藏巨大能量 咱们看一看 按下前面这个按钮 哇哦,能量胶囊亮起来了 咦,没想到这个能量胶囊 居然召唤出了杰德奥特曼 这个呢 是杰德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它的铠甲呢 是红色黑色银色相间的 呃,这个杰德奥特曼呢 它的腰间也有一个小黑按钮 咱们来按一下 扬起杰德的胳膊 哦,原来按下按钮 杰德的胸前也会发出闪亮的红光呢 杰德原始形态的必杀技是 十字冲击波 哦,还真的是非常厉害呢 那么现在我们来按下这个能量胶囊 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咦,这个能量胶囊 居然召唤出来了杰德奥特曼的 好勇形态 哇哦,这个好勇形态 铠甲的颜色变成了蓝色系 而且呢,它的头标也多了两个 看起来更像赛罗奥特曼了 原来杰德好勇形态的能量胶囊 就是赛罗奥特曼哦 我们来扬起杰德奥特曼的胳膊 看看它的下面依然有一个小黑按钮 一起来按一下吧 依然散发出了红色蓝色相间的灯光呢 好勇形态的必杀技是 强力爆裂光线 哇哦,这个光线似乎更强了一点呢 哈哈哈,原来你个小杰德躲在了这里 拿着我的两枚能量胶囊 鬼鬼祟祟的 你说什么 贝利亚,这个胶囊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 它是我的 你的,连你都是我的 你的,那就更是我的了 贝利亚,你可不要太过分 我好有形态还在这呢 哦,你这个形态居然单裂分出来了 贝利亚十字光线 哈哈,杰德,你这弱不禁风的原始形态 看我今天就要毁灭你 嘿 啊,可恶 这个好友形态多管闲事 有我在,原始形态就不会被你破坏掉的 看我的 强力爆裂光线 哦,天呐 你居然这么强的功力 我贝利亚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那么现在小虫姐姐就把这盒玩具拆开咯 登登,首先出场的是怪兽贝蒙斯坦 贝蒙斯坦呢,看起来好像一只大鸟 它的头上有个鸡脚 然后两只手呢,也是鸡脚 然后它的嘴巴就像小鸟的嘴巴一样 看起来很可爱 只不过它还是一只怪兽哦 第二只要介绍的怪兽就是我们的格莫拉 不过格莫拉的尾巴还在下面 现在咱们给它安装上 登登,现在已经把尾巴安装好了 快看一看 格莫拉呢,它也是一个浑身带刺的小怪兽 呃,先放在这里 登登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黑乎乎的家伙 它是雷德王 雷德王呢,它的尾巴也是掉下来的 现在给它安装上吧 好了,安装完毕 看看雷德王的大胳膊 它的铁拳可是很厉害的 登登,现在要介绍的就是大怪兽贝莉亚 贝莉亚可是一个十足的大坏蛋 经常要妄想统治整个宇宙 贝莉亚有个必杀技 那就是黑暗光不? 咦,真的是闻风丧胎 这个大怪兽 嘿,我说你们这些家伙 现在都要沉浮于我贝莉亚 诶,为什么? 难道就因为你个子比我们高,我们就要听你的吗? 就是就是,虽然我们是小怪兽 但是我们不要面子的呀 没错 我雷德王怎么着也有个王子 听你的,岂不是很没面子? 哦,看来你们是不想听我的命令了 没错,你能把我怎么着? 把你们怎么着? 看我的贝莉亚黑暗光波 可恶,你们居然纹丝不动 你这种光波,我们见的多了 看我的,哥莫拉之力 啊,你居然还敢攻击我 我雷德王,铁拳也不是软的 看我的,嘿 哈哈,怎么样兄弟们,我厉害吧 把贝莉亚打倒了 厉害厉害,我贝莉亚还没出招呢 你居然一拳把他干倒了 倒?开什么玩笑 看我的,贝莉亚变身 贝莉亚百兽形态 糟糕糟糕,他变身了 雷德王,你快看你身后啊 变成什么呀,我也能把他打倒 哎呀天哪,咋变成了一只大怪兽呀 我本来就是一只大怪兽 是你们,不知好歹 看我的,贝莉亚超级光荣 你这家伙,还敢跟我作对 皮鞋都不配 还有你 格莫拉是吧 看我的 哎呀天哪,我的头好晕呢 头晕,那我帮你治一治哦 哼,不收拾你,你都把我当病猫了 还剩下你 哎哎,贝莉亚大人 我,我可没,没干什么呀 我现在臣服于你,好不好呀 嗯,正所谓实施物者为俊杰 好吧好吧,暂且饶你一命 以后这两只家伙给我看好了 是是是,贝莉亚大人都听您的 在小冬季节呢,就把这盒玩具拆开喽 咚咚,首先呢,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哥哥罗索奥特曼 罗索奥特曼呢,它是由红色银色黑色组成的铠甲 非常帅气呢 我们的罗索必杀技是火焰光线 哈哈,是不是很厉害呢 咚咚,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弟布鲁奥特曼 布鲁奥特曼呢,它是由蓝色银色还有黑色组成的 它呢,必杀技也很厉害 那就是水瓶杖 哦,非常棒呢 现在我们的两兄弟已经集齐了 接下来拿出他们的必杀武器咯 咚咚,就是这一款 罗布陀罗仪 是我们罗布奥特曼用来召唤不同形态 不同奥特曼来使用的 这个罗布陀罗仪呢,一定要配上罗布水晶才行 咚咚,就是这个,罗布水晶 咱们呢,把罗布水晶放到这个上面 之后呢,开关在它的后面 需要用电池来给它充电 这样才能启动我们的罗布陀罗仪哦 成功安上电池了 现在呢,咱们拉动两边的拉杆 打开这个陀罗仪 哦,快看 远处出现了一个投影 哈哈哈,是谁在召唤我哟 糟糕,咱们居然把贝利亚给召唤来了 看来刚刚那个水晶片是怪兽水晶 怎么办,哥哥 贝利亚可是很难对付的 你们叫我来,还想对付我 也太不公平了吧 可恶,贝利亚 你以后能不能少做一点坏事 做坏事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坏这个词 我做的,都是为我统治宇宙 做的一点点铺垫而已 可恶,你这个冥顽不灵的家伙 看我的火焰光线 啊,可恶的家伙 居然敢率先攻击我 看我的黑暗光波 布鲁水瓶罩 好,你们这俩兄弟 打配合打得还挺好呀 那当然,兄弟齐心 齐力断尽 布鲁,我们一起来对付他 没问题,哥哥 嘿,好 啊,可恶 气死我了 今天算你们走运 下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哎,看来这萝卜水晶可真的是不能随便召唤呢 没错,下次是要小心一点了 好了,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萝卜奥克曼了吗 如果喜欢的话千万别忘了要点击订阅哦 下期再次来玩吧 拜拜 拜拜 我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